我们开始了,刚才我们讲了,今天刚才上传了的,就是2018年的samples,和2019年的past paper都上传了,不过呢,这个星期就未给大家实体版的,实体版就下一堂,即是这个星期大家上学的时候,去拿乌丝的时候,那你就会拿到, 好,就是这个了,和2019年的past paper,那今天我们做什么呢,今天我们都看上个星期的功课,那就是2018年的part B1,然后呢,我们上了三堂,那我主要都是讲B1的,那今天呢,就想都趁着这一篇呢,我们又跳一跳去,OK,B1我们讲了两次了, 其实呢,而这个,因为这个task大家都已经熟了,大家都已经知道呢,这个呢,讲一个卓上游戏啊,这样的,OK,和希望大家都已经听了那个note taking的部分啦,OK,都已经相对明白了一些东西了,那我就想去简单讲一下,呢,讲B2的其中一个task, 那就等你去明白一下呢,就是其实B1和B2呢,那个的分别,OK,是不是只是字面上面,就是用字的level啊,一个浅一点,一个深一点,那么简单呢,其实这一点都不是的,OK, 等一下我们讲到B2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OK,好,那我们看一看这里先,OK,那上一堂呢,我们就是讲这个B1的第六页的,OK,B1的第六页的,那呢,就是说了,啊,我们的task6呢,第六个task呢,我们需要写一个, 这个, sorry,这个是task7呢,OK,对了,这里,OK,我们需要写一个report啦,去讲这个escape to Hong Kong Island,这个task7,不是task6,OK,那呢,跟着我就教大家啦,就是,啊,喂,你呢,需要呢,就是记住千万不要去report numbers,OK,就是不要只是说83%,83%,OK,其实我们永远呢,都需要将数目指, 变成了一些的英文字呢,来到去表达出来的,OK,那跟着我们呢,就写了一大堆的例句啦,就是说,我们需要呢,去这样写,去告诉别人呢,就是,啊,这些呢,数字,啊,是代表些什么的意见啊,这样的,OK,那还有,它有的注脚啦,它有的,它有给你的一些的comments,那你都需要将它抄回来的,OK,那然后, 就,task6呢,我都做了一个sample的,那task6呢,我们就是去邀请,一个很出名的一个youtuber啦,那去,希望他可以写一个的game review给我们,这样的,好啦,那今天呢,很快地看看这两个sample啦,那实体的nooks就没有啦,不过不要紧啦,我们会,因为每一堂都录了啦,其实,那还有呢,你都可以看,你都可以拿回一个iPad,或者如果你有电脑, 手机啊,你都可以同步地呢,一起去看回这个,好啦,那我想教什么呢,OK,那,我们这几堂呢,都一路都是讲,怎样去找points啦,怎样去将那些points变成句子啦,那今天呢,想讲多一点点呢,就是,啊,那些格式上面,那因为很多同学呢,都上其他堂的时候,可能老师呢,都跟你说就是说,那,有些书信的格式,你一定要记住的, OK,那然后呢,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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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的格式,又或者是有些,什么正式的公咸的格式啊,那很多这些不同的格式啊,你需要记住的,那是不是真的需要记住这么多东西呢,那我们用这两个task呢,来简单来看一下那些头头眉眉,OK啦,简单来讲呢,就是,我要求的所谓格式呢,我们一早,头三堂其实已经讲过了,格式呢, 呢,和你你谈不识还,各佔两分的而已,OK啊,格式,和你整个,你是不是在写一个email啊,那这个各佔两分,加上就是四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啦,对吧,OK啊,那所以呢,我们都想拿这四分,就算拿不完,都可以拿两三分啦,OK,那首先第一样,如果是一个email,我们用,不懂了,如果是一个email,它就是写一个email的,OK,那, 它通常都會兇了一個 subject line 給你 我們看回答題子 答題子在這裡 email 它通常都會寫 subject 這樣的東西 記住請你怎樣都要寫 title 近年其實 B2 的 task 已經是不計分的 就是這個 title 你看到這個 sample 這個 sample是有分的 這裡是6.1 即是第一分 我們解釋過這些幾點多 這個是有分的 但是近年其實已經沒有了 尤其是B2 你做B1的話 有可能這個都值一分 不過B2就絕對沒有了 如果是email 書信 現在不會有letter 一定是考慮寫email 這就是Dear 誰 記住我們只是寫他的姓 即是他的 surname 即是他的 surname 例如 例如 我叫Michael Wong 記住所有英文的姓 是放在後面的 這就是叫 surname 而這個叫做 first name 這個叫做 first name 這個叫做 first name 這個要留意 這個叫做 first name 如果是email 一開始我們九成九都是這樣寫的 I'm writing to I'm writing to 然後你可以抄回第四版 你可以抄回第四版 你可以抄回第四版 他就叫你寫給Paul 什麼鬼 Paul 什麼鬼 to do a video review for our game 其實你就可以利用這句 來做一個開場白 就像這裏這樣寫 I'm writing to invite 這個字就重要了 to 後面這個字 究竟是to做些什麼呢 每次你都要去想一想 因為DSE的項目 都幾多變化 有時可能你是投訴人 有時可能你是回復一個投訴 又或者好像現在這樣 你是邀請別人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位置 都會有不同的變的字 但是這個就沒有得去背的了 說真的 每一次你做到那個task 你明白它是一個投訴訊 那你就complaint 你回復一個投訴的 你就reply to your complaint 你邀請他就是這個字 OK 那接著 這裡你見到從這裡開始到這裡 OK 那基本上就是我抄回第四版 它叫你做什麼 那你就照反煮碗 OK 那只不過是把那些人稱 記得要改變 人稱記得要改變 OK 原先那個 原先那個是這樣的 你叫Paul Doodot 這個Paul Doodot 就是你寫給他 所以這個就叫you 是吧 這個人稱上面 大家要搞清楚 OK 那接著 去到怎樣連伸到第二段 為什麼我知道 要explain the game to you 其實都是他講的 OK In the email In the email In the email 這個我們做了 Ask him if he wants to do the video review OK 這個做了 跟著就是這個 briefly describe the game for him OK briefly describe the game for him OK 所以我就加一句這樣的東西 所以記住 待會你看B2的Sample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在這裡 我經常都說這件事 就是你沒有時間去寫一個很標準 很長 幾二十字的一個開場白 而拿不到分的 只是拿著一些格式分的 這些是無謂的 我們只是需要有這件事在 那就可以了 好了 然後你就把 中間你找到的部分 就是它是一個什麼game set在哪裏 拿分的位置就是 你要說它是什麼game 它處境是香港 這個就是A和B的分 跟著你要work together Sorry start in Kowloon 這個就是C work together 這個就是D OK 跟著有兩個teams OK 有兩個teams 每個teams 就是兩個player 這個就是E 最後就是 Everybody in the team needs to reach Hong Kong Island OK A到F的分 你就拿完了 然後這個分 就是聽回來的 OK 就是它的target audience OK 大概希望是十二到十五歲 這個呢 我們用between的時候 就是用and的 OK 如果你用from 這裏就會用to OK 這個小小的grammar 記得了 OK 好了 跟著我們看看怎樣結尾 剛才看了開頭 跟著你看到就是有分段 OK 有分段 OK 這些就是所謂的格式分 不是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不是好像就是教writing的時候 就說每一段有需要support 有需要解釋 有需要例子 不是的 OK 這樣你已經做到的了 那 只是呢 就是拿了那些格式的分數 那你就需要有少少頭頭尾尾的 OK 那這裏呢 我們可以學一下了 這一句呢 我們要學的就是 We would be grateful 有沒有really 沒有問題的 OK really這個字不是很重要的 OK 如果你是想說 你能夠幫到我呢 或者能夠幫到我們呢 我們真的很感激你了 OK 我們真的很感激你 很高興 你能夠幫到我們了 那我們會用的字呢 是grateful 不是happy OK 不是happy 因為這個呢 因為這個呢 都算是一個formal的writing 其實都算是一個formal的writing OK 所以呢 我們都用一些少少的formal的字 不要只是用happy seller 這些字 OK 我們會這樣寫 我們會這樣寫 We would be grateful If 上課呢 我們已經說了if這個字 這個字 不是指如果 這個字 是指是否 OK 就是呢 你能夠去做我們的game reviewer OK Do the video review OK for this game OK 那我們就很開心了 OK 好了 那這句話呢 不是每次都需要的 這個是當你去request別人 OK 當你去要求你想做一些事 你想別人幫你做一些事 那你才會 We would be grateful OK We would be grateful 這樣才會用的 但是跟著 這個 這兩句呢 就很多時候你都合用的 OK 這個closing 大家都是要去溫習一下的 OK 就是 如果你需要人家答應你做些什麼的 OK 如果你需要人家 是好像這個這樣 你請人家來 那人家可以say no的 是吧 所以就是說 喂 你需要告訴我們 你制定不制 是吧 OK Please let us know your decision OK Decision呢 是Design的動詞 的名詞 Design是動詞 Decision是名詞 OK OK 那就是說 喂 你告訴我們你制定不制 OK 那這個是一個很正統 很荒謬的方法 很荒謬 很正式的方法 去講就是說 喂 你制定不制 OK 這樣你就可以去寫出來了 那而最後這一句 我想呢 很多時候都學過的了 OK 甚至是小學的時候 都老師都有教過 Look forward to 這個expression 應該 OK 因為老師會教你 這個to 很特別的 這個to後面 是要用ing的 OK 但是這裡呢 我們就不用ing 因為這個呢 就直接是一個名詞 Your reply OK Your reply OK 這句話 是當你需要別人回信 OK 很重要 很多同學呢 背了一些東西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總之有 我有背了 這個呢 叫做email 那好吧 我整個格式呢 我就背出來 那什麼鬼呢 我記了那些句子 我都寫了下去了 那這個是不對的 OK 因為不是每一個email 你都需要這句句子的 OK 假若譬如 你寫著一個 回覆投訴信 OK 假若你寫著一個 回覆投訴信 是 那你回覆完那個人的投訴 那你還想不想他回信呢 你還想不想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那我想都不想 是吧 你被人投訴完 你解釋一下 然後你還叫他 有什麼再打給我 當然不想打給我 不要打給我 是吧 OK 那所以 這句話呢 不是每一次你都需要去寫的 記住 OK 要視乎情況 如果你寫了一封信 是需要對方回信 那我們呢 才會寫這一句句子的 好了 跟著 OK 這個 所有email 其實你都可以簡單地用best regards 有幾位同學呢 很好啊 你交了功課給我 不過我非常之不好 我都還沒還給大家 其實 不過我簡略地看了 其實我會詳細改的 盡快這個星期呢 我會還回目前的 writing 給大家的 其實這樣呢 有一位同學呢 很慣常 其實不只有一位的 我相信 很多同學呢 都很慣常呢 會將這裏的字呢 都逐隻字 的開頭那隻字母呢 都會大佳了它的 那其實是不需要的 就算你說我很堅持 我要寫 yours sincerely OK 我很堅持要寫這個字 加上 OK 沒有問題 你可以寫 你可以寫得到這個字 我很欣賞 OK啊 你可以繼續寫這個字 OK 就算是這些 都請你記住 就是這一句呢 其實不是一個專有詞 OK 只不過是好像中文的 就是祝你愉快 OK 什麼敬祝那些 敬啟者之類的 那些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 OK 啊不是 我現在懂得寫 其實敬啟者緣 最後呢 是要寫緊啟的 我最近經常出一些中文的通告 是啊 應該是這樣寫的 是的 OK 敬啟者緣是這樣的 其實這些都是類似中文的下款 OK 所以呢 其實你是不需要每個字都去大街 OK 那譬如這一封信 因為你知道你寫給Paul的 所以你可以用sincerely 還有最後你也可以用什麼 Yours truly OK Yours truly 那這個呢 都是可接受的一個closing 好 好 然後呢 有個小小的table 如果那個email subject是計分的話呢 其實它通常都會給一個可接受的marking 給老師的 OK 這個就是我在marking scheme那裡抄出來的 OK 那就是你一定要有類似的字眼呢 那你才可以拿到這一分的 OK 其實都很直接的 你看到呢 就是它叫你寫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page4呢 是要你寫的東西 invite你去做什麼 那你就要寫這個 甚至你沒有invite這個字都可以的 OK 你寫到video review OK 還有呢就是我們的new game 或者就是寫到game的名字 其實這樣呢 你都可以拿到分的 OK 好了 這個就是task6 email的寫法 OK 其實現在大部分情況呢 它都是考你一些正式 或者一些半正式的email 那所以呢 你記住大概這樣的structure 其實就沒有錯的 OK 好了 跟著去到report OK 都是啦 我不會特別去逐個text type 去找個note去教的了 那都是呢 就是我們做到那個 那我們就會教了 OK 譬如這個task 我們剛好有一個report的 那我就會教你了 report大概就是怎樣了 OK 那你見到呢 都是那句 其實我們不是需要一個 很長的開頭和結尾 其實還有你要注意的東西 所謂的格式呢 其實都真的不是很多東西的 OK 總之簡單來說就是 其實不止report的 總之逢親不是輸信類的東西 OK 可以這樣去區分 在data file考你的task 基本上就是輸信類 就是email形式 其實我們可以叫做correspondence OK 因為輸信類的東西 另外呢就是一些文章式的東西 就是一些報告啊 OK 一些的 又或者是一些proposal啊 OK 又或者是一些feature article OK 這一種 還有第三種的 其實近年都有考過的 我們遲些呢 看到2019年 就是 OK 2019年那份呢 如果我們下個星期開2019年呢 不要嚇倒你 OK 我們都會講B2的 2019年 你會發現 什麼叫做好心的data file 下個星期 再下個星期你就明白了 OK 又或者第三種類 就是很個別的 就叫script 一個的廣告 以往考過的 都是講一些video的script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三種類 可以叫做 但是第三種類呢 就不是很常見的 主要呢 都是第一、二種 OK 可以這樣去記了 總之email的東西 email的東西 如果它有subject line 你的標題就是寫在subject line那裡的 OK 如果它叫你寫report article proposal proposal是建議書那些 那你在中間呢 你在這裡就要做個title給它 跟著呢 就隔著它 OK 你用手寫的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不可以好像電腦那樣 你把它弄深了七個字的 OK 你只需要就是用隔尺 或者這樣去隔著它 它寫在一個紙的中間 那就代表這個就是標題了 OK 那也都呢 你會見到那個標題呢 譬如這裡 其實 真的也是不用想很花巧的東西的 其實有就可以了 它說你寫個report 關於我們這個新驚 關於我們這個新驚 那就report on這件事情了 那就搞定了 OK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那個開場白都是這樣的 This is a report summarizing 好了 這裡要用ing的 OK OK 很亂 OK 這裡要用ing的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 上我課的那些同學 這幾課 我們開了學 雖然不是很久 OK 還要 暫時停了一下課 是不是 OK 都聽過我 聽過我講這件事情的 就是phrase OK 延伸句子 來來去三樣東西 OK This is a report 其實已經是一個句子了 OK 這個已經是一個句子 可以food stop的了 如果我想講 這個report是做什麼的 這樣 那我就要給一個ing OK 那我就要給一個ing 那我就不太喜歡 每次就用which debt 那樣的 因為我都經常講 你用到phrase 事不言理的分數 是高過你用debt which summarizing什麼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OK 那都是第四版 是告訴你 其實我們看回這裡 都是兩樣東西 summarizing the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 那我就將questionnaire 變成為survey 那是一樣東西來的 你做問卷就是做調查 所以我可以用survey 去取代questionnaire這個字 what the problem with the games were OK 和這一樣東西 是吧 OK 那就夠了 它還要你report on 什麼登了什麼 未登的 但是呢 基本上你就不用所有東西都抄了 這個是一個簡單開場吧 OK 那你只是需要告訴我 就是我想講一下result survey的result 還有有些什麼問題 這樣 OK 好了 跟著呢 你見到這裡呢 就多了些東西的 report的特色 這些我們叫做一些的subheadings ok subheadings ok 一些所謂次標題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甚至可以加上這樣 ok 就是一introduction 然後又隔著它 然後第二 的comments 這樣又隔著它 ok 你可以這樣 ok 但是我也是那句 你做這些東西呢 其實 如果你中間 中間的段落結構 如果你中間的段落結構 不是做得好的話呢 ok 其實你都不會拿完兩分的 就是你中到這個是一個report 你有寫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都是給你一分而已 就是兩分的格式分裡面 你都是拿著一分而已 ok 那你還要做的就是 你還要做得對的就是 你還要做得對的就是 段落裡面的鋪排 要做得對的 這樣才會有滿分的 好 那這裡就是 我們上個星期 最後部分 講那個table ok 講了幾個 不是table sorry 講了幾個chart ok 講了幾個chart 那我就把它變成了一段 那你見到原來 那麽多個chart 我用一段就已經寫光了 其實它只是給你多少分 它給你1 2 3 4 5 6 7 8 8分給你 ok 那你列了它最重要的東西 原來你就已經拿了分的了 ok 這個呢就叫做summarizing ok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上一課呢 講這個字 ok 就是說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summarize ok 我對著整份表 怎樣summarize 原來我想的 我就是要重點 所謂重點 就是 那最多人喜歡 還是最多人不喜歡 就是這樣 ok 好了 那所以 一些小小的開場白 比如這些 generaly speaking ok 這些字眼 其實加不加 沒有所謂的 ok 好 第一分 most people like the game ok most people like the game ok 那這個就是講那個83% ok 這個就是講那個83% ok 那就可以了 你就已經拿了 7.1a ok 然後就是第二幅圖 已經 ok 這個已經完了第一幅圖 第一個figure已經 完成了 ok 沒有其他東西報告的了 好了 第二幅圖就是 not easy to play not easy to learn sorry 那這裡呢 你可以 有少少的時息 其實你可以去留意的 ok 如果你是報告 那個results 哎呀 sorry ok 如果你是報告這些數字 去講呢 就是 那些人喜歡不喜歡這件事 或者是多少個percent的人 是 表示他贊成 還是反對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現在式來的 ok 那因為呢 你做任何的調查呢 總之你調查了 那然後呢 你做出了一些的數據出來 那那個就是一個事實來的 ok 那以往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香港大學呢 經常有個民意調查的 ok 都很多年前了 ok 跟著就 某些原因摺了 是不是 那其實當時呢 那些港大的民意 那些港大的民意調查呢 其實香港七百幾萬人 是不是 其實呢 那他們是不是訪問了七百幾萬人呢 那一定不是啦 那原來那個pool 呢 可能只是說一千幾二千人 ok 那它就已經是可以去講 就是說 就是有幾多成的香港人 是覺得這件事情是ok的 還是有幾多成的香港人 覺得這件事情是不ok的 ok了 那所以 我們不是計 究竟你訪問了多少人 ok 就是如果你將來有興趣讀社會學 你就明白了 ok 做這些民意調查 其實不是計 你實際訪問了多少人的 ok 但是總之怎樣都好 你有一個result出來呢 這個就是一個present simple ok 但是呢 當你說回他們發表了什麼意見呢 ok 他們 就是你在這個figure裡面 ok 找出了有些什麼的問題呢 ok 這個是一個概念 這個是一個概念 ok 這個是一個概念 因為你是直接說回那個數據 sorry 不是那個數據 你直接說回你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ok 他們發生 就是他們在給你什麼的意見 ok 那所以呢 有一點點不同 ok 記住 ok 好了 所以他們的建議就是 我們需要多些的examples ok 這個是一個建議來的 就是你需要做的東西來的 這個就不是一個過去式 ok 好了 然後這裡了 又變回一個簡單現在式 people do not like the art work ok 這裡你也看到了 上個星期六呢 我們上第一課的補習班的時候 正正就是在講時式 ok 那我正正也就是說 其實如果作文呢 你這樣寫呢 就不太好的 ok 但是在data file裡面呢 你又要留意回 其實因為呢 我們是跟著那個survey去做的 ok ok 那這個呢 在這裡 這裡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不喜歡呢 其實你已經可以 就是說 喂 那就是大家都不喜歡 ok 就是大家都不喜歡 ok 那你說我一定加上個mose 行不行啊 行 沒有問題的 ok 因為始終你說這個不是100% 不是每個人都不喜歡 有些人說OK 那你喜歡加上個mose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也都告訴你 你這樣寫呢 也都沒有問題的 3A這一分呢 都拿到的 ok 好了 那跟著了 又是了 they think 他們覺得 又是了 你report回你的findings ok 你report回他們當時說的什麼呢 ok 就是用was ok It was too childish ok 好了 然後最後就是他們 不覺得那個map clear ok 你可以倒轉寫的 they think the map is unclear 那就是一樣的 那你都拿到分的 ok 然後還有兩分 就是那個fond size too small 還有那個red text 就是那些字是紅色 就太難看了 ok too difficult to read ok 好了 那跟著有什麼follow up actions ok 還有什麼follow up actions ok 那就還有三分 ok 那你見到這裡呢 我是把那些東西倒轉了 ok 我寫這一段呢 跟marking scheme的次序呢 是倒轉的 ok 為什麼呢 其實 你說這樣會不會扣了你的格式的 或者你的其他的什麼 我們上次說的那些bonus 那些分呢 其實只要你懂得 大概你把同一樣的東西放在一起 ok 大概你把同一樣的東西放在一起 ok 那其實呢 你的格式已經是滿分的了 ok 那你知道我們要把follow up的東西放在一起 那基本上呢 你就拿滿分的了 ok 為什麼我這樣寫呢 就因為呢 我覺得應該寫一些我們做完了的東西 ok 這件事我們已經做了的了 ok 就是變回黑色字 那些fond size figure ok 所以我就report了C這一份線 那然後呢 但是我們還沒做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add the examples 下個rule book 還有就是artist說他沒有空 這個也是我們上次去說你要怎樣去寫一些 上次去到這個whatsapp group 這個 啊這裡 ok 上次去到這裡嘛 ok 就是講的呢 我們怎樣把一些很口語化的東西 ok 將它呢 就是變成為 ok 將它變成為 一些的句子 ok 上次呢那個whatsapp的對話是這樣的 any news on the artwork ok 那Ryan the artist 就說他沒有時間 那上次已經說了 喂這些東西你不會說的 ok 那你只需要說 就是說 Ryan呢 會傳給我們 ok 就是下個星期三 ok 那這裡呢 marking呢 接受這個答案的 就是4月18號 這個呢 是你要計算的 因為這裡是4月12號 那你說下個星期三 那你就計算的了 ok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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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穩了 這個 總之呢 你對回那些email 你就會看到一個星期的 所以呢 你也可以寫4月18號 那它寫得出一個marking scheme 就是說有同學呢 是留意得到呢 就是 它當時說的那些11、12號是星期幾 那然後呢 就再將它加回那些日數呢 那就變回18號 ok 好了 那跟著 ok 咦 咦 為什麼這樣呢 好 ok 這個file還沒更新 ok 不要緊 我最後再加多一句 Furder action is needed to be taken ok 為什麼無緣無故少了兩日子 ok 最後一個concluding sentence ok 最後一個concluding sentence 其實呢 這樣一句呢 就已經接受的了 ok 那這裡呢 你看看 這一堆東西呢 都是我在marking scheme那裡 寫出來 ok 抄出來 那其實呢 它都是這樣寫的 ok 記住呢 就是 這個report should end with a statement of work still to be done or future action ok 就是說 你這個report 最後呢 就是說 我們還沒做完的 ok 還有些東西我們還需要跟進的 ok 就已經可以了 ok 那你已經拿了 就是圓滿的一個格式的分數了 那所以 今天呢 兩個簡單的例子 ok 都是B1的例子 但是呢 在格式上 記住 無論你是AIM自己做B1還是B2 ok 其實我需要的格式呢 都是這樣的 ok 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要一些 就是你說 我打算做B2 那就要把那些東西呢 就是全部變長了一倍 ok 你沒有這個時間的 你做B2呢 你更加之沒有時間去寫多些東西 因為呢 B1呢 是寫兩個task 加一個short task 是吧 但是B2呢 是三個long task ok 每個呢 你都要寫百五字左右的 所以呢 你不會有這個時間 ok 好了 ok 那跟著呢 我們呢 這個呢 大家手上是有的 我們繼續講著2018年 ok 好了 B1就講完了 B1就講完了 那我們呢 今天是第四課 那是時候呢 把一些東西呢 去提升一些些 把我們的level 去提升一些些 ok 今天呢 不會講完一份 全的B2的卷 ok 不會講完 因為我都想呢 就是 希望可以 講完2018年的part A 如果不行的話 就下一課 我們再繼續 那再之後才開始2019年 ok 那看一下時間上面怎麼樣 ok 但是呢 我都想去做一些比較 ok 因為呢 現在大家已經是 熟悉了這個task ok 你知道呢 記住 B1和B2 其實的situation是一樣的 ok situation是一樣的 因為呢 我們都講了 第1、2課的時候 我們都講了 其實就是 我們 聽完part A之後 跟著就 跟著就聽 part 跟著就聽part B的 然後呢 接著就是note taking 那它不會說 突然跟你說 轉台 不會的 事實上呢 如果你有聽 note taking ok 這裡呢 大概就是 你會得到的 notes ok ok 好了 那這個呢 在B1是有用的 是嗎 在B1是有用的 關於這間Griffin workshop ok 就是呢 填上那些 表價 Task 5的時候 你會用到的 是嗎 ok 好了 跟著 ok 怎樣去分你的game ok 這個我們上次都講了 就是 我們呢 當我們去看完第四版 那個準備時間看完第四版 其實你會知道呢 有一些東西呢 你做B1的話呢 其實你完全都沒有見過這一個字的 ok 完全你沒有見過這一個字的 ok 那你就知道呢 其實這一部分呢 就不是你的需要的資料來的 ok 那你如果是做B1的話呢 那你就要聰明地呢 就是啊 我可以慢慢呢 做好一點這個先 ok 不要搞到自己呢 趕頭趕命 其實這個 這個又做不好 跟著又填不到後面那些 ok 那結果呢 全部東西呢 你都記不到 ok 那好了 不好意思啊 ok 好 繼續 那這裡呢 是關於呢 就是你怎樣去找一些資金 ok 去 去投資在你的game那裡 那跟著呢 他就講了兩個 投資的方式 就是找一些投資者的方式 那叫GameStars 還有一個叫Acon Grants ok 那這些字呢 你說啊 我聽的時候 如果你聽過 Sorry 如果你聽過 那個Note Taking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不會串給你聽的 那我怎麼知道呢 那待會在那個 Data File那裡呢 其實你會找得到的 ok 好了 那接著 Death Kick呢 都是講B1的 ok 都是講B1 ok 那他們的First Game 就是Task 5那裡 你會寫到 ok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Task 6 escape to Hong Kong Island 就是一個Zombie Games 什麼鬼什麼鬼啊 ok 那這裡就是你剛才 主要呢 是講的那個遊戲 那個桌遊 怎麼玩就是在這裡抄的了 ok 然後最後 ok 最後就是 那那個 那個受訪者呢 就 就跟他說 你要怎樣去留意 你要怎樣去定位你的遊戲 其實不可以太過血腥暴力 是吧 因為呢 最後都是家長 他決定給不給錢買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 你的art work 太 graphic 太暴力 太噁心 那家長就不會 approve ok 好 這個呢 就是你聽到的 那個Note Ticking的部分 就是這樣 ok 好 那跟著 我們看一下 這三個Task 那由 那由 part B2 那part B2 就是由Task 7 sorry Task 8開始的 ok ok 那所以就 八九十 ok 那我們呢 簡單去看一下Task 8 ok 今天呢 我們看一下Task 8 ok 那先看一下呢 是否真的用詞上面 是會深了呢 好了 還有它的指示是否會複雜了呢 我們看一下 在我們的Last Company Meeting 那我們 discuss兩個Funding option for Escape to Hong Kong Island 這個就是剛才 為什麼我說 在Note Ticking裡面呢 你聽到一些字呢 它不會特別寸給你聽 ok 它不會特別寸給你聽 但是呢 ok 你會複雜的 你會複雜的 因為呢 尤其是一些名字的東西呢 其實它一定會在Data File裡面 去給你 ok 好了 那我們呢 想去 look into this further ok 想去 深入了解一下它們 report back at the next meeting ok 那下個會呢 我們就需要去匯報 所以你要寫一個Funding Report 我們剛剛才學完寫report ok 立刻又有report再來 ok 那這個Funding Report要做什麼 啊 又是這個字 summari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funding option ok 然後呢 so 這樣就一樣了 listening to the classical podcast 就是第三版 ok 跟著呢 就是having a look at the Malaka Bank home page 這個就是在下個版的 ok 好了 我給你一個答案 這裡 ok 如果你有做到一個note-taking 大概 你就是get到這些東西了 它說GameStart呢 是一個很well known的Funding Website 它是一個global的網站 ok 所以呢 你可以raise money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聽起來挺好啊 Eycon Grand呢 啊 它們不好啊 ok 這裡呢 你可以做這些什麼公仔呢 smiley呢 ok 那 他們呢 就是 你簡單地就代表了 ok 所以呢 他們就不喜歡了 就是 他們想control everything ok 那這個 Griffin Workshop呢 GW ok 這個幾十年前寫的了 就是很久以前了 ok 就是 一百年呢 這一份呢 應該都幾年前教的了 這些都幾年前寫下的了 ok 我都還記得自己在記著什麼的 ok 所以啦 其下一些的宿舍呢 其實 你要去做一些很快的宿舍呢 最簡單就是拿頭的一個英文字 ok 那譬如這些啦 Griffin Workshop 那就是GW ok 那你就做了一些的速記 那然後就是一些Tick啊 Counter啊 箭嘴啊 這些呢 ok 那都是一些我們常用的一些速記 ok 那跟著這些啦 那些數學的符號 其實我都很常用呢 在英文的速記上面 ok 因爲所以這些符號呢 我想個個都懂的了 其實無論你是 學中文數還是英文數 那你都是用這些的 因爲所以的符號的了 ok 那所以呢 這些呢 你可以這樣去記啦 ok 那這裏就是你聽回來的分 ok 這裏就是你聽回來的分 好啦 給大家一點點時間 ok 想大家跳到那個Malaka Bank那裏 ok 就是這個第六至第七版 ok 第六至第七版 還有呢 除了這一版之外 ok 除了這一版之外 我都還想你去看了其他 就是在這個Data File裡面 其他的頁數 因為呢 B2呢 有一個特性的 就是 這個就是第六到第七 ok B2有一個特性的 就是呢 他這裏只是給了 開頭的東西給你的 ok 這裏是講的 start by doing些什麼 ok 開始的時候請你做些什麼 ok 開始的時候請你做些什麼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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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還是需要找多一版至到兩版 可能都是有用的 ok 好啦 我們不用寫東西 我都是想你去間低 你覺得有用的東西 ok 那我們用大概三分多鐘的時間 ok 只是看六到七版 還有呢 就是找多一版你覺得有用的 ok 大概三分多鐘 好 好 OK 那 快 點 對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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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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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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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